亲亲公 亲亲母啊 是不是我儿子杜晓昂 得罪你们了 对 我就说 这儿子从美国回来以后啊 脾气变大了 你放心 我儿子杜晓昂回来 他别教育他 没问题的 这样我看我们还是先回去吧 回家为了弄弄再说 在这儿也问不出个所以人 别走啊 哪能走呢 别走了 老头老太能有啥事 车搬得走 谁是老头老太的 我们有的事要做 走 等等 等等 这 这 这样 你看 来的时候呢 我们也没有准备 你们总不能空手回去吧 本来这是给诺诺补身子的 诺诺怀孕之最好了 我疼媳妇吧 天哪 你说我的诺诺怀孕了 我的诺诺怎么可能怀孕呢 我们连她结婚还都不知道 她怎么能怀孕呢 你们不会吧 就在这个地方让我女儿 不明不白地生孩子 你们亲人太甚了 想让她们领证 你们不知道啊 问你儿子去 就她的人品 怪不得奔四十了 还没娶媳妇呢 这里肯定有问题 差不多得了 怎么能怪到我儿子头上呢 我儿子又没逼你女儿去领证 怪不得你女儿到现在还没嫁出去 那也是有原因的 你在那儿胡说吧 你胡说什么呀 追我女儿的人害了去了 千军万马 她只是不愿意嫁而已 不 等会儿 你以为我儿子找不上对家了 她在国外已经娶过一个媳妇了 你 你说什么 怎么回事 那什么 我我我我打酒去啊 我打酒去啊 阿姨 我这不是回来了吗 我来处理 我保证啊 不再让邻居听到鸡叫行不行 那行啊 那就把房租交了吗 您放心 您务必放心 晚饭前我把鸡肉和鸡汤给您送家去 那个房租明天上午 我就打到您账上行吗 快点交啊 我可告诉你 好 谢谢啊 您慢点啊 杜晓昂 你给我解释清楚 小杜 之前我真是错看你了 你看看你这个家 看看你这个环境 你知道诺诺在我心里是什么吗 是公主 你就这么把她娶回家了呀 你告诉我 诺诺真的怀孕了 不 那个 妈 我们已经领证了 我们本来打算这两天就告诉你们 你别笑我妈 我不是你妈 什么领不领证 你要把我气死 你 我都气死了 你别别别别 我的女儿啊 我心疼了一辈子女儿 就这么就归了你了 杜晓昂 杜晓昂 咱们统工才见过一回面啊 你们俩孩子怎么那么狠心哪 你这个臭上 看你把人气的 整个一骗子 你怎么办 睦睦 怎么了 出事了 爸妈去杜晓昂她家了 那行 那我马上回去啊 我儿子怎么了 我儿子 你姑娘嫁我儿子还没去了 干什么这是 你横什么横哪 本来我们没想跟你们翻脸了 错是孩子的错 愣那么糊的 这不是不讲理吗 这不是 你讲理 你讲理 妈妈 你光说就行了 别把我说了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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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晓昂 我请你说话 妈 刚说完吗 你别叫我妈 我不是你妈 你凭什么叫我妈 行行行 别长了 村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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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清醒 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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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消停我 你这是怎么了个事 这事儿 你们别怪晓昂 这婚是我答应要结的 这事儿 你们别怪晓昂 我今年都三十三岁了 我挺想结婚的 我今年都三十三岁了 我挺想结婚的 我知道你们希望我的生活 过得幸福 日子过得富裕 可是这些东西 我自己可以去创造的 你们的女儿是什么样的人 你们心里应该清楚 我从小到大 也没有想过要靠任何人 爸 妈 我 我知道结婚这事没跟你们说 你们肯定生气 我在这儿 我 给你们赔不试了 我给你们赔不试了 这孩子真够任性的 行了 我的女儿我能说 别人不能 别生气啊 余诺诺 你没有我们这个父母 我们呢 也没有你这个女儿 莉莉 咱们走 走 走 咱们走 行啊 多解释 爸 弄弄弄 你还是我不是你妈 弄弄 你自己已经把自己嫁出去了 你让妈妈太失望了 妈 你跟谁 喂 姐 你回来了 你到了机场才知道打个电话去了 我知道 我知道 我知道你忙 你忙 你特别你什么都忙 好 我 我那 好 照顾 再见 再见 给谁打电话呢 说得那么亲热 我姐 我亲姐姐 你还有姐呀 我怎么不知道呀 你是在国外呗 一个绝对难懂的女人 不会跟我姐一样 是个圣女伴 离婚了 有个孩子 她是姐夫是谁 我至今未知 我怎么觉得你们家人都那么另类 那么跟正常人不一样啊 不是 不是 我觉得你这个当弟弟的 也太失智了 连姐夫是谁都不知道 我不这么想 你知道吗 别人的隐私 我特别不愿意知道 因为 别人不愿意告诉我 为什么要强迫别人告诉我 那样很三八 骂谁呢 谁三八呀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当然不会骂你三八 好 我姐姐 对 我姐姐她是一个 她觉得 她觉得孩子是她的 老公的宁缺无烂 就这样 你觉得呢 我不这么认为 我觉得孩子没有父亲 在感情上本来就是有缺陷的 如果将来我要孩子的话 我肯定不会离婚 要不然我就不要孩子 你说呢 对了 我行 你不愿意 你不愿意 诺诺 我爸妈是不是跟你说 我在美国结了一次婚啊 那都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而且 没到半年我们就离了 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了 我脑子里装不下这么多事 那个时候 年轻不懂事 我觉得不是什么大事 所以就没告诉你 别把气氛搞得这么压抑行吗 你那都是过去事了 我跟周童 还是现在进行时 你都不生气 我凭什么生气啊 诺诺 你说的富裕的日子 幸福的生活 我会努力去创造的 还有 我会 努力让你觉得我可以依靠 虽然 想不想靠 那是你的事 我上去了 拜拜 有点紧张 你说 你姐和你妈不会一个样吧 那我可受不了 不会 我姐跟我们的年龄差不多 所以没有代沟的 如果我姐姐很喜欢你 我妈肯定没什么问题 因为她很会劝我妈 但是我还是觉得 咱们应该小心点 你妈和你姐都是单身 单身的女人不好扔 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只要你遇到这种客户 我全都绕到二串 你敢不敢说都在好听里面 不敢 我自己渴望 在我身上 我自己想拿 我就想拿 姐姐 小龙 我对你 好久不见 姐 想死了 不没事 陌陌 余陌陌 这是我姐 姐姐好 你好 咱们进去吧 走走走 妈 好 回来了 回来了 来 吃点水果 弄的呢 我不知道啊 她没下班呢吧 她呀 没点儿 儿子 妈妈你啊 咱这房子 值多少钱呢 干 干嘛呀 我见过亲家公亲家母了 人家说要换大房子 我答应了 不是 你 你们什么时候 又跑一块密谋去了 这你就别管了 我跟你爸商量好了 我们俩说了 就是把棺材本陪上来 也要让你换个大房子 你想啊 来年我们家的逗逗 就要生孩子了 咱孙子住哪儿啊 人家老余子 再提出来的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说你们在一起 这能不能琢磨点正经事啊 这就是正经事 孩子跟妈说 这个房子值多少钱 我记得你回国的时候 跟妈怎么说来的 说这个房子是你这几年 攒的钱买的房子 这可值不少钱哪 给妈交个底儿 让爸妈有个打算 我只忘了 再说了 你这孩子要不要才了说呢 多难听啊 你多大了 还不要 不要的话咱老肚子 就绝肿了 您这话才难听哪 怎么说话呢 我跟你说好了啊 你要敢不要这个孩子 你妈我就敢上吊了 你信不信了你啊 小心啊 别多烫着了啊 滚烫滚烫了 妈 你出去吧 你把事给交给我们的啊 就是啊 我那天在国外待着的时候啊 什么都自己干 特别不做的 真的 就你们俩 能行吗 小昂我是不了解 你们姐妹俩 几经几俩 我还不知道吗 妈不再急我老底的啊 行行行不接 那个 要我说你不就都说你 让我一人来就完了 你一个人 我就不相信 真的啊 他特别会做饭 是不是小昂 妈 哪天你跟我爸 咱们到我们那边 我给你们做点西餐 行不行啊 对啊 你看啊 我们倒是挺想去啊 可是你看看 你们家那房子 这么小 挤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嘛 挤得下我们这么多人嘛 想啊 你看房了吗 我们诺诺明天四五月份 可要生孩子了 到时候装修啊 什么买家具啊 还得好几个月呢 你得抓点时间了啊 妈 我现在这个状况 不适合要孩子 再说冷 小安家也不小 就远点遛簧带呗 你不要孩子 晓昂 你的父母能同意吗 嗨 嗨 我们是没关系 我们特别理解女儿 你想 她的公司现在在蒸蒸日上 求发展 我们当然能理解女儿这种想法 可是我们就不知道 你们父母会有什么想法 这毕竟是有城乡差别的嘛 我是说呀 怕小安的父母啊 心里不乐意 我们两家的关系刚刚缓和 我们可不想因为这个事 弄到两家再不和谐 我看见你们父母啊真有点发愁 妈你别说了 老说那些不高兴的事 你看你出去出去 行 我把这个带走啊 来 再出去忙去 妈这岁数大了 这是续的 不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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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来 来了来了 快进来 爸 还有个小朋友啊 快点说你好 快点小龙 爸 这是玛琳她姐的孩子 我帮她 小伙子 你真酷 爹 奶奶 我还不是小伙子呢 等我长大了就是了 来来来 你去 走 走 走吧 慢点啊 好 你好 今天呢 咱们女婿啊 第一次到家来吃饭 来 欢迎 来 欢迎你啊 欢迎你啊 谢谢 爸 我们是借光的 明明是俩女婿呢 另一个有待考察 继续努力 是 努力努力 来 来来来 欢迎你了 来 就是咱们上次那个红酒 还红酒呢 等你那酒醒了 我们饭不用吃了 就好 就这个 不好意思 来 来 小王 来 来 小朋友 来 吃菜 喝酒 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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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吃菜 吃菜 来 来 难喝 真难喝 那是白酒 傻孩子 你别给小王美啊 这在中国 这是中国的窩子嘎 知道吗 这关你必须过 入乡随俗嘛 是不是 不能干吧 别别别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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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干的 这个 刚才我们就睡了 可以 小伙子 这位叔叔 也是从美国刚回来的 这样吧 你代表我们大家 考考他英语水平如何 好主意 考考他 快 好了 你觉得很幸福吗 当然 尤其是 坐在一位美女儿 怎么样 你不说的话 好主意 他今天很开心 他旁边有两位美女 好主意 好主意 那么 你怎么在美国的美国呢 啊 啊 三菲兰西斯科 哦 三菲兰西斯科 我的天 我之前曾经过来 你知道吗 但是 多年前 什么 什么 我真的不见了 真的吗 我 我也 马琳 杜晓啊 我们是不是在俩见过 没说 不会吧 小龙 你的名字听起来很中国嘛 是你爸爸给你起的啊 是妈妈 她说早晚要回到龙东故乡 我也归根 真的有文化 行了 别光顾着说了 我们吃起来吧 来来来 孟娜阿姨 我喜欢你以后 要学中文好吗 你的中文说得那么好 我教你当然没问题了 小龙你偏心 你都没说喜欢我呢 自己人 自己人 那以后经常来玩啊 好 那请阿姨一个 可以啊 好 还不及我呢 好 小龙 小龙 新的开始了 咱们俩喝这杯 好 爸 好 来来来 我祝您那个 心 心 心养事成 好 好 爸 这 伯父 我 酒量不太好 所以 好好好 来 马林 咱们喝了 喝 用着点 没事 今天高兴 来来来 吃菜吃菜吃菜 谢谢 不好意思 喂 姐 喂 马林 你把小龙带到哪儿去了 真把自己当上门女婿了你 我跟你讲啊 我跟妈谈过了 妈说呀 让你赶紧搬回来住 你可别怪我没提醒过你 你要是再这么任性下去的话 可别怪我和妈 对你实行经济上的制裁啊 好了 我现在去接小龙了 妈还想外孙呢 你倒好 先这样啊 拜拜 爹 你听我什么见 见 你姐 对了 没事 就是可能过会儿和她接一下小龙 我不想找我要留下 我要告诉毛老龙 我不回家 你怎么了 喝着 喝点 去那个他ろう 可没喝酒 敲开了 马林 你姐姐 是姓马吗 你傻吧 是 马晓柔 我姐姐 亲姐姐 她一直在三发座 你认识她吗 是吧 那怎么哪能那么巧啊 那阿姨你送我下去吧 好呀 不是 不要走 不要走 不用了 不用了 小龙都点灵让我送她了 小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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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你好 玉玉 哈喽 蓝莉 我是小柔 你 稍等一会儿 进来 小柔 你不是吧 这么多年没联系 你不会吓得连话 都不会说了吧 我告诉你啊 我回国了 我这次回来想见见你 有些话呢 我也想找你谈一谈 是 是 好久不见了 那个 谈 谈 谈什么 我想跟你谈的是 小龙的事 小龙就是我们那个孩子 小龙的事 不会吧 你真的把他生下来了 你居然把他生下来了 你居然瞒着我 你把他生下来了 我就把他生下来了 怎么了 见面再谈吧 再见 你怎么会儿啊 小龙 一年 小龙 来 帮碗给我 喝点鸡汤 我自己来 小柔啊 你要出门啊 对呀 我约了杜甲啊 你干吗见她啊 你别告诉我 你这次回国 是奔她回来的啊 我不许你跟她来往 一提起她我就来气 你们在国外发生了什么事情 谁对谁错 我搞不清楚 但就现在 你看我女儿 多好的一个姑娘 要身材有身材 要模样有模样 应该过着衣食无忧的日子 但是就因为她 到现在还孤零零的 一个人带着儿子 无依无靠的 我虽然没见过这个杜小昂 在这几年里 她在我心里就是个仇人 我不许你上她贼船 既然你回国定居了 就应该找个好男人 带着小龙好好过日子 妈 怎么什么话 从您嘴里说出来 都那么消极 什么叫我孤零零一人 带着一孩子无依无靠的 在那眼里我这么惨 我有房有车 我有钱 我还有一可爱的儿子 妈您知道吗 这是多少人奋斗一辈子 都未必能过得上的生活 怎么从您嘴里说出来 就不是那么回事呢 来吧 我挺有成就感的 一回国您就说我 一说我这成就感 全变挫败感了 难怪每回回来 我都提心跳胆的 我就是怕您提这茬 对了 妈 我跟弄小昂的事 没事你们别瞎想象 我俩就是当年脑门一热 急了仨月就离了 就是一小插曲 没什么好包含终身的 小插曲 小插曲能插出个孩子 你也够能耐的 怎么着 你还想把这小插曲 变成叫想月呀 不许见他 我就要去 妈 我跟杜小昂 琢磨着见面 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 我不为别的 我就为了 让小龙认一认自己的父亲 现在孩子长大了 这个问题真的不能再回避了 妈 您知道吗 在美国啊 就算父母离异 另外一方的父母 也会安排时间 跟孩子一起生活的 为的 就是让孩子 能够得到双方的关爱 咱们家小龙 也应该有这份权利吧 您说是吗 妈妈 说得也是 你这么想不是没有道理 不过 我觉得 你是不是 可是先调查研究一下呀 这个杜小昂 现在是个什么状态呀 这六年来 他是不是结婚了 还是离婚了 经济条件怎么样呢 你也不考察清楚了 就稀里糊涂的 把这个儿子交给他了 那能行吗 妈 真不瞒您说 他要真有那方面潜视的话 没准 我俩还能多过几天日子呢 妈 我走了啊 拜拜 拜拜 这东西不错呀 姐 挺有意思的 你从哪儿买的呀 你姐夫买的 结婚到现在就送了我一个像样的东西 你要喜欢你就搬走吧 那可不行 这上面印的是你们俩的照片 我总不能搬回去给自己看吧 不过这个在网上可以订得到 你把照片发给他们 一定做就可以了 真的 那我建议你订一个单人的 你知道吗 我每次跟你姐夫妻吵架 我这上砸冰箱 你要是印你的马林的吵架 我就麻烦了 奇怪的是这个头鞋特结实 我砸他怎么也砸不坏 你不信试试 试试 还真的 还真是 特别结实 还真是 先生 您的美食咖啡 这 这 这是冰咖啡吗 先生 你要的是热咖啡 我 我 我不是说它烫 你知道吗 这咖啡不好喝呀 这美 美食咖啡这么浓 你知道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一天喝多少咖啡吗 要是美食咖啡都这么浓的话 我早就咖啡因中毒了我 先生 不好意思 我们这里的咖啡就叫做 美食咖啡 虽然不能和您在美国本土 喝的咖啡相媲美 但也是我们精心调配出来的 我是 走吧 走吧 没事了 没事了 这就是你写的破地儿呀 这 这 这地儿还破 这 这 听名字 我觉得是一个高档的会所 没想到 这不就一破路边咖啡馆吗 真是高姑女的势力啊 对不起了 马小姐 我总是让您陷于这种境地 你看 六年都过去了 我还是没什么长进的 六年没见 你过得怎么样啊 还能怎么样 说就这样吗 你都看见了 来 说说你吧 这次回来 有什么打算啊 我不都跟你说过了吗 你说你 你怎么能那样做呢 生孩子多大的事啊 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 你就把孩子生下来了 你现在突然又跑出来 你 你让我怎么办 我跟你商量 你能同意吗 再说了 这孩子 我本来就打算一个人抚养 没想过要让你负责啊 那 那你现在 什么意思啊 杜小昂 你可不可以讲话 不要这么没有人情味 我当初 孤零零的一个人 在美国飘着 爸爸刚去世 玛丽要回国陪我妈 我身边一个亲人都没有 我觉得我需要这个孩子 有了他以后 我才会觉得我的生活 过得没有那么的绝望 我才能够平平安安地活到现在 也许你会觉得 我是在小题大做 可是你不要忘了 我打小就是在蜜罐里 泡大的孩子 我没有离开过我的亲缘 我不会一个人生活 那我知道我自己怀孕以后 我实在是没有勇气 去做流产手术 都是我的亲人 一个一个地都这么走掉了 对 杜晓 当时在那种情况下 你给我提出离婚 你已经够不识东西的了 没想到今天你还要来指责我 看来你真的是对我 一点点的感情度来的 你别忘了 当时离婚是你主动提出来的 那是被你逼的 你一点都不宠我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就是想用这种办法 把我从你身边逼走 我这次回国 打算在国境定居了 不回美国了 六年前啊 你就应该跟玛丽 一块儿回来的 你怎么知道我弟弟叫玛丽 不是你刚才说的吗 不提以前的事了 人各有命 我这次既然把小龙带回来 那我觉得他需要一个爸爸 否则的话 对他的成长是没有好处的 可是你看啊 现在我经济条件 也不是多么优越 事业上也没什么起色 暂时啊 不能考虑这个问题 我觉得男人 还是应该先立业再成家 等我的经济条件宽裕了 是吧 杜晓昂 谁要跟你成家了 少在这儿痴心妄想 我今天跟你来谈的是小龙的事 跟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既然把孩子带回来了 那你作为他的父亲 每个月必须抽出两个周末的时间 陪小龙出去玩 怎么处理父子感情是你们的事 反正在小龙心目中 一直有一个让他崇拜让他骄傲的爸爸 你不能让他失望 什么 那好 我试试看 那好 我是这样安排的 小龙的第一个周末呢 是香港迪士尼乐园 第二个周末 黄石国家公园 第三个周末呢 爸爸利亚很贪 大主 虽然咱们俩在美国的时候 只相处过短短的几个月 但是你对我的基本状况 你不会都忘了吧 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 在这六年里 我并没有发财 钱我可以出啊 那孩子呢 孩子现在在哪儿啊 被他救救马林带出去玩了 怎么了 这小孩你不能随便让他乱跑 你知道吗 这岁数应该赶紧找个学校 去上学了 真是 杜晓鸥 你这么一惊一乍的干吗呀 手续正在办着呢 那就好 那就好 你好 你二位是来开房子的吧 儿媳又要生了 我们给孙子开到大房子了 是吗 那恭喜你二位了 来 水游里边请 这就是我们小区的沙盘模型 二区呢有很多的大壶形 特别适合你们三代同堂 这呢是A区 A区相对来说呢 设计是比较豪华的 如果你喜欢追求贵族气质的话 您可以考虑A区的大壶形 这个呢是B区 B区环境呀特别优雅 相对来说呢是比较安静 最主要的呢就是自带公园 公园 对 像那孕妇啊可以在公园里散散步啊 特别友谊健康 这小孩子呢可以在公园里 自由地玩爽 对 是又方便又安全 是 这边呢还有小孩子喜欢的游泳池 现在正在建设当中的呢 有幼儿园 小学 太好了 等孙子长大了呢 就在家门口上去 这比农村方便多了 就这样吧 我们就要这个大房子 好 我们的问题怎么解决的 王先生 你们几位的情况 我们已经反应过了 上面还没有回应呢 你们再等等 再等等 我们等到快一个月了 今天无论如何 也得跟我说法 他们怎么吵起来了 这房子是不是有问题呀 同志 这房不好啊 他们这天天打折降下 有没有底线 就算是做生意吧 也得有个公平吧 要是降价 打折一块儿降 我们凭什么倒霉呀 那房降价咱们现在买 不是吃亏了吗 对呀 吃亏了 吃亏了 要不咱们再等等 对 可以的 那您再考虑一下 但是我们那房子呀 卖得特别地快 如果您要是考虑好了 一定要尽快 大爷 你还考虑什么呀 听过吧 买得永远没有卖得精 其实在人卖方人眼里 咱们这些买方人 永远都是被忽悠的主 追掌杀爹 那是炒方人玩的游戏 房子对咱普通话百姓是什么 那是刚性需求 这刚性需求的意思就是 在你需要的时候 永远都在结果眼上 你看啊 结婚 生子 养老 哪样不是 必须得买吧 赶上什么价数就是什么价 你不能因为这房价涨了 你就不结婚生孩子吧 所以我跟你说啊 这买不买房 跟这一点关系都没有 大家你看啊 现在的房价是成天的 翻着翻的往上涨 我跟你这么说 人家有钱能买得起的 他是一样能买得起的 就算现在的房价 成天的往下降 他该买不起房子的人 他照样是买不起的 我跟你这么说 人看现在是瘦楼树打了这 打折降价说的是飘花烂坠 其实啊 就是拿点这楼层低户型差的房子 乌有人的 再来说了 咱们这么说 这房价是涨是漏 咱们能看得清楚吗 到最后 还不得是随波逐流啊 大爷 听我一劝 该出手势就出手 你听我没有啊 我也没听明白 这房价的事咱确实不明白 一会儿一块儿生了 一会儿一块儿降了 咱现在关键是啊 拿钱来换房子 咱们俩种到房子 要降 不是也一块儿降吗 这里外里 不是一回事吗 关键呀 咱们是必须得换大房子呀 咱不为孙子 也为这面子呀 不能让老余剑 老这么挑领 这回呀 我把这棺材板搭上了 无论如何也得给他换房 而且啊 换大的 阿姨 叔叔 只要您把老房子卖掉 是一定可以 付得了首付的 如果您想好的话 只要今天 能交一万块钱定金 就可以了 行 行 就这么定了 马琳 马琳 行 行 我也行 马琳 马儿想吃点吃 又出去吃啊 马琳我问你 你把我是当你女朋友 你问我还是为公器啊 我当你是我老婆 好 你要真把我当你老婆的话 就回家吃了 回家吃啊 喂 喂 姐 怎么了 哦 那行 一会儿见 得 回家吃不成算了 我姐在海瑜酒店等我们 是有事和我们上来 跟你姐吃 那也是我们家人 好 到底出什么事了 在家不能说 非来这儿说 可真够脱子 没有我了 这个怎么了 咱们家谁住院了 谁生病了 我快得神经病了 杜晓阳他爸今天去公司了 就拎着这个桶 里面装着鸡汤 见了我的小秘书就说 小阿姨 你去给找个碗子吧 给他盛点鸡汤 我都快崩溃了 那多好啊 姐 不是我说你 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了 你多幸福呀 要是我们家马琳他妈 有杜晓阳他妈 对你一半好 那我就谢天谢地了 不是你这个 他妈他妈的说得解 是不是有点像骂人啊 这个 行了吧 你俩个别说了 我都快烦死了 我好不容易才支起 那么大间公司 我还只是这公司 给我挣退休金呢 我没一个几百万 我根本不敢在家 做家庭主妇 好家伙 一下给我拉到 黄脸婆的行列了 我这辈子 不就这么交代了吗 我想死的心都有了 姐 你别这么说 行 你说吧 要我们帮什么忙 我们会全力以赴的 会的 咱们一步一步地来啊 黄黄 你回去跟爸妈说 就说 你陪我去医院做的手术 孩子没有了 孩子没有了 咱们一步地来 你已经在家里面有了